疫情下医乎量能大量是严重不足 压力到了极限了吗 事情发生在新竹军医院 这位病患家属拿着5天前PCR的报告 想闯进病房来探病遭到拒绝 居然标骂护理师 护理师因为长期累积一下情绪 让他失控伤害了自己 家属愤怒军医院不但没有理会 也没有报警 护理师工会会长的陈玉凤气炸 联署上开直播直接标面 跟激动露泪说 到底要逼死多少位的护理师呢 你们要逼死多少护理人员 你们才会甘愿 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护理师工会里市长话 僵到一半激动落泪 就是因为新竹军医院 有名护理师遭家属怒骂咆哮 长期累积情绪下 结果失控伤害自己 怎么会把一个护理人员 逼到当场在你们面前 人家还在急诊呢 我看了很难过 你们这些家属真的这么孝顺吗 拿着五天前的PCR的一个报告 硬要去看病人 然后不看就怒骂我们护理人员 我们护理人员有欠你们吗 更扯的是军医院还没有帮护理师报案 事后护理师和他的家属 气到网络上po文宣泄 要大家帮忙评评力肉搜对方 毕竟疫情下护理师压力炸锅 心酸自己吞 但疫情严峻下医护精神确实也紧绷 或许民众在各方面都得多体谅 以免类似汗事再度发生 记者组合报道 领书靠给护理师点名了台大医院盖牌 跟案指了7C 7A B 1AE急诊 EMT都有人确诊 昨天又产出了14C由外籍看护确诊 匡列多人隔离裁剪 稍到指挥中心也证实了 的确有这样的状况 但强调所有案件都会上报 卫生局跟机关署系统绝对没有引力 好 台大的7C是他们的这个急诊 后送的这个综合病房 那其实从这个最早是5月25号 这个时候 就因为这个裁剪的关系有验出一位 护理师跟7位病患有确诊 那后续都依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匡列 跟裁剪跟隔离 所以当然这个因为病房里头有确诊的 个案 后续有可能一些接触者还会 再出现阳性的情形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工作人部分就是有4位 护理师 有后续连同第一个 就是总共有4位护理师以及一位的 清洁的人有确诊 那其他的话就是有病患陪病者或看护也有 确诊 所以这个事件事实上就是说 匡列的范围蛮大 那接触的时间 那个也需要追踪 比较久 那这个案子还会再继续的追下去 不过我要特别强调是说 刚刚我在回复当中特别提到台大跟台北的 联衣 其实这两个系统就是在 我们万华开始有这个个案比较多 然后扩散到台北其他区域跟新北的时候 他们也确实就是在第一时间要承接最多 这个个案的收治跟照顾的这个医院 所以就是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部门出现确诊的 情形 并不意外 这可能是社区感染 然后导致说有出现院内确诊的一个情形 那医护人员当然也都很辛苦 需要去注意这个个人的防护下 来做这些的照顾 那医院其实遇到有这个 因为都会例行裁剪 遇到这个确诊的时候 也都会按照相关的SOP来进行接触框列跟裁剪 那这个资料都会进到我们卫生体系来 所以并没有所谓盖牌或隐匿的一个状况 也请大家可以放心 国内今天新增174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4例在彰化 而彰化也有一位确诊 写生病患死亡 新增的确诊4位个案当中 分别是先前麻将牌咖 传播链跟医院群聚病患 还有一位是医院专责病房的护理师 平时照顾的病人全部都是确诊个案 经过裁剪发现 护理师的CT值蛮高的 新增加了4位病例 一个是麻将牌咖传染链里面 有一个居家隔离的家属 他发病了 那个已经匡列裁剪 这样的个案通常是我们可以掌握中的个案 另外就是在两个三个新案的部分 主要是医院这部分的感染者 有些是出院之后居家隔离发病 有些是家属接触者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来自两个 一个是医院群聚 一个是出院的个案居家隔离当中发病 一个是他的家属的接触者 裁剪也确诊了 另外又出现一个新的医院感染的个案 是专责病房的护理师 所谓专责病房就是他照顾的病人 全部都是我们COVID-19的确诊个案 那他这个个案验出来 这个吸气值算蛮高的 所以到底是怎么感染 跟他的接触者匡列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台中新增这一位本土的确诊 是冬区52岁的女性 也是案12476有人 最后接触日是6月7号 而8号还有10号曾经到谭子峰 洞室步道来见走 10号到风洞室附近 圆梦听卡拉OK聊天 卧生局长呢 这个曾子展表示呢 卡拉OK先前已经提业 而匡列的三位的接触者当中 其中卡拉OK的老板娘 裁剪阳性 没有领暗号 收治住院 同住的一位家人 则是检验当中 将目前掌握最新消息 先提供给您 而另外来看的是 从宜宫染疫风暴之后 苗栗总算把家灵找回来了 指挥中心宣布了 今天零确诊 还加发5%的疫苗 给苗栗县 县长徐耀昌虽然感谢 但还是要说 疫苗依然不够 首先要跟大家恭喜 你们辛苦了那么久 今天是零确诊 今天是零确诊 但还是要呼吁大家 防疫不要轻忽 多寻手 戴口罩 非必要 不要外出 那此次县级的疫情 因企业移工的感染 而同时爆发内部员工 也陆续的感染 进而 临近的工厂 也相继的传出 全体的感染危机 因为这些的大型电子公司 在临近县市已有厂区 为了避免感染扩散 会对国内经济产业 造成重大的影响 在这边也要感谢 今天下午正式的宣布 中央加发了我们5%的疫苗 但是我想这个部员 还是显然不足 那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